对拜登政府低调的不行 跟他的论文一样的神秘 他不是闭门 他是锁门 这叫哪门之访问啊 因为羞辱嘛 这是对蔡英文极大的侮辱啊 吴钊燮这样子陷害蔡英文的吗 通通跳跳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蔡英文从头到尾都被人家耍了 美国把他当作一个 在跟 交换条件 蔡英文就是个冤大头 他损失了 尊严 请问你蔡英文从美国带回什么订单 零啊 因为自欺欺人啦 蔡英文做得最不可取 就是把台湾的生命财产 当成筹码放到赌桌上 他已经就是一个政治赌徒 蔡英文不是低调 蔡英文想高调 他是被低调 被低调 他是被动式 他被拜登政府低调的不行 最离谱的是在纽约 居然被锁在一个真空状况之下 我们到现在没有看到他所谓得到的奖章 长什么样子 跟他的论文一样的神秘 是不是也要回来要封存 还是回来像陈水扁说拿出来大家闻香一下嘛 不要你受讲 讲得那么大 另外蔡英文在那个 哈森英文到底讲了什么 他不是要发表重要演说吗 到现在 骗子之据我们都不知道 那照片也不知道 然后听说那天我们随行的记者都不能进去 那他不是闭门他是锁门 被锁在里面 把人锁在外面也把蔡英文锁在里面 那最离谱的是说里面发生什么事也不让人家知道 所以这叫哪门只访问 这是羞辱嘛 要我就不去啊 对 我今天还我也不是总统 可我也是堂堂一个个体啊 对啊 我是独立的灵魂啊 你要我去受讲 你要我去演讲 就外面通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不只是奇怪你对我是不是侮辱啊 这是对蔡英文极大的侮辱啊 我知道他难道事前知道 如果是这样子安排的话 他还去吗 还要去吗 那个吴钊燮这样子陷害蔡英文的吗 你应该跟蔡英文讲说 报告蔡英文这样子去太羞辱了 还要去吗 可以不去了吧 也不是表示抗议 而是说你们这种安排我无法接受 我也是堂堂代表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啊 现任总统啊 你对哪一个国家的总统你敢用这种方式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极大的羞辱啦 不过我想这就显示出 其实美国人还是都是一笔孔出去的 没有什么自由意志啊没有什么 对不对他不是好朋友那个 蓬佩奥也不见啦 蓬佩奥也不见啦 怎么通通跳票 然后更离谱的到现在没有看到他讲这种想 说没有问题啊回到台湾以后 他的那个发言人不是说啊我们适当时机都会揭露 那为什么适当时机就是当时才是适当时机啊 那事后事过境迁你拿出来没有意义了嘛 而且适当时机不让你展现的话 就是对你一种压抑 对你这种不尊重 对你一种羞辱怎么可以接受呢 到了这个洛杉矶的话也是很奇怪啊 那个只有这个 那个麦卡锡发一声会议通知 那我就说那个是会议通知 通知给记者顺便也通知蔡英文说 你那天到这边来跟我开一个什么 bipartisan meeting 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跨党派会议嘛 对不对然后你蔡英文一起来 然后更妙的就是说会议完了以后 麦卡锡又讲了一大堆话 对不对 那就说还是在一个中国大陆的 一个中国的政策下进行对不对 我也不会再去台湾了 我们无意激怒谁不针对谁 到底怎么回事啊 对不对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蔡英文从头到尾都被人家耍了 从头到尾被美国耍了 那为什么会他忽高忽低忽高忽低 我的研判 就蔡英文这次过境美国 基本上美国把它当做一个谈判的筹码 在跟北京交换条件 因为美国现在有一个我们外交上常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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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有一个 就是说他有一个希望中国大陆配合他的一个 这个采购单 一个shopping list 这个shopping list number one 拜登要跟习近平通电话 第二个 布林肯要去中国大陆访问 第三个 叶伦要去中国大陆访问 第四个 这个商务部长 那个叫什么 雷蒙多要去中国大陆访问 第五个 奥斯汀国防部长 要跟中国国防部长通电话 这个shopping list五个 一个清单这样 本来找不到任何的筹码 就是说 英文叫leverage 杠杆 那蔡英文来送上门来 就说你来嘛 然后就用这个蔡英文就说 那到Brookin Institute 我们颁奖可以进去造个像吧 那他说不行 那大陆说不行 那不行的话 那奥斯汀能不能跟你们 如果说你们让奥斯汀 跟大陆的外交国防部长 通一个电话的话 那我们就不让蔡英文 那个去Brookin Institute 整个行程流露出超过三张照片 对 这就是在谈判 你的筹码 所以蔡英文是送上门的筹码 给美国人好好利用 所以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说 可以可以可以 到了最后节骨眼 通通没了 所以蔡英文就是个冤大头 然后被美国人当作筹码 从头打到尾 然后他损失了尊严 对不对 然后呢 人家称他台湾President 又如何呢 他的正式偷衔是Republic of China 对不对 然后呢 请问现在大家都问他 请问你过境美国 对 你大陆一直讲说强烈报复 好你决定还是赌一把 把台湾2300万人生命的财产 放到赌桌上赌一把 请问你得到什么 你蔡英文得到什么 你带回来什么礼物 对不对 今天马克宏去中国大陆 带回来160架波音 这个空巴的这个飞机的订单 请问你蔡英文从美国 带回什么订单 零啊 所以蔡英文要回来了 我不晓得她要怎么讲 感觉可能是带来这个山东舰号 或中空的巡航的巡查 对现在已经带来了 就变得很像 两岸关系 现在有人讲说 哎怎么大陆没动作 人家说现在马克宏正好在大陆访问 对 她要等她这个 她等这个时间过了 然后等马英九回到台北 等你蔡英文回到台北 人家也不急啊 要动手 动手看时机 给够马英九面子之后 给够马英九面子之后 等她回来 之后的反击可能有时 不排除啊 不排除 而且美国已经把 帮中国大陆已经把蔡英文 在美国的过境 已经给压成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让蔡英文被低姿态 被羞辱到这个程度了 说实话 人家报不报复也已经都已经做了 刚刚我提到这个 蔡麦会结束之后 那因为其实不管是绿委还是绿媒 其实大家都是在大决歌颂说 这是一个台美关系的重大突破 那就是对比蔡英文去年 在接待裴洛西的时候 这一次蔡英文跟麦卡锡 同台不到8分钟 怎么看这个规格 那我就不晓得突破在哪里 对不对 人家麦卡锡 人家裴洛西还 千里迢迢坐飞机到台湾 那麦卡锡根本不敢来 他已经龟缩了 刚开始上台的时候 没有上台的讲得很勇 上台以后还讲得很勇 所以不来 然后见完以后 就说我也不去了 那这有什麽突破呢 这是缩水退步 所以我不知道绿媒 有什麽好庆祝的 难道那个黑的 一定要缩成白的 白的一定要缩成黑的吗 考验我们的智商 还是尝试 蔡英文就是随时 用的时候拿出来用一下 不可用的时候 就可以往墙边一塞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作用而已 所以蔡英文不要自我膨胀 绿媒也不要 自以为 拿一点美国人 随便残根剩饭 就说人家 吃了牛排大餐 这个自欺欺人 我们在搞国际 第一个就是认清楚 自己是什麽 别人是什麽 这个行为代表什麽 这个行为代表 要认得很清楚 要认清客观事实 那民进党什麽都当大内宣 大外宣 最后只会误导台湾 那么这一次 我觉得 我觉得 蔡英文做的最不可取 就是把台湾的生命财产 当成一个 所以他已经就是一个政治独徒 他没有权利 也没有资格 拿我们的生命财产去开玩笑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喔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喔